9月5号,四川卢定发生6.8级地震 一位22岁的台湾游客获救后投身志愿服务 重返镇中村落救援 并在三天时间收获一对生死之交 9月5号,从台湾府人大学毕业的李柔 首次来大陆旅游 计划和母亲在海螺沟景区游玩后返回台湾 并入驻卢定县墨西镇共和村的一家酒店 没成想,突遇地动山摇 从最初的惊慌失措到后来的坚强 李柔说她心态的转变 源于多支救援力量挺进镇中带来的安心 地震过后的那几个小时 大家都非常的不安 然后不断地有愚症 就很担心大家的安危 也担心自己可能会不会就受困在这里出不去了 但是到特警来的时候 她就叫我们安心地待着 他们会有不断的人进来来帮我们协助我们出去 感动到不知道能说什么 只能一直感谢他们进来救我们 9月5号5030分左右 第一批救援力量抵达共和村 9月6号 在救援力量的护送下 李柔和母亲向墨西镇转移 垮她的道路不断滚落的碎石 一路的场景让李柔感到惊心 跋涉近三小时 李柔终于到了安置点 得知安置点仍需志愿服务 李柔挺身而出 听说消防员第二天还要返回共和村 李柔当即请应 以志愿者的身份随对重返 因为我有带我的相机 我就全程帮他们记录 包括他们在安抚那边村民老人的时候 孕妇我都跟着一起在参与 我在摩西镇上就只是简单的帮忙 发送物资啊 然后整理一下那些床什么的 一路上由于余震不断 使有碎石滚落 但李柔直言 救援力量给足了她安全感 让她觉得没有过不去的坎 应该说消防员也给我很多安全和帮助 让我跟在他们身边的时候 不会担心自己有危险 所以就这样子一起冲进去了 与消防员兵肩作战的期间 李柔也被消防员的勇敢乐观感动 行进的过程中 李柔也对图狱的每一个人 都送去了鼓励和善意 一路上遇到特警啊 不管是村民 我们都是跟她说加油挺住 我就是把他们鼓舞人心 这个也学到自己身上 只要自己好好的 也可以去帮助别人 9月8号 据李柔以游客身份获救 被转运已经过去三天 也是李柔以志愿者身份 第三次走出共和村 9月9号 在离开镇区前 李柔来到了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营地 与这群生死之交告别 李柔说 接下来她将回到台湾备烤 准备明年来大陆赌研究生 她希望等海螺沟灾后重建时 回来再出一份力 真的要实际来走一趟 才会知道这里的人有多么温暖 人与人的接触还是要亲自走一趟 对包括我这次 跟他们建立了生死之交 希望如果以后能有能力了 我能再把一些 不管是金钱物资 再带回海螺沟这边